字幕提供 紐約的早晨 感覺起來就跟鄉下的不一樣 果然是大城市 William要不要帶我去他家旁邊的 Bagel店吃早餐 聽說很有名喔 沒錯 是早上都有很多人嗎? 對 為什麼這麼有名?他好吃在哪裡? 我也不知道耶 就是貝果店就很多人 那家店就很多人 那他選擇很多吧 他有什麼飲料可以點嗎 咖啡什麼的 有啊有咖啡 然後他也有菜式在下 等一下來看一下到底有多少人 兩個人都點了一杯Ti-Tea 然後跟Sassman Bagel 這個是我的 這麼會挑 喔 它的Bagel不是圓形的嗎 還是只是比較粗的圓形 其實是有點是圓的 來給大家看一下我的內餡叫做Tofuti 然後 William說 這是豆腐渣的意思 好吃完早餐 這間超好吃超推 那William說他要去學校 那他可能之後幾天才會參加 跟我一起去走走 今天我主要是要去三個地方 是中央公園 自然博物館 跟大都會博物館 我們現在出發 紐約街景給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 到處都在施工 這裡的鷹架 根本就是紐約的街景特色之一 好看 掉了 字幕字幕製作人 字幕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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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生後的這棟就是自然理直博物館 2016年的聖誕節的時候 我有來過紐約一次 原本也要進去的 但是那時候是因為跨年來 然後人實在是太多了 上次來的時候是整個排 然後排到中央公園那邊 我們就直接放棄 那今天看起來狀況還不錯 那我們現在就來進去看看 我們囉嗦 我們應該要先走 它會不會比你更多 那時候是乾淨 然後再三個很快 好久我來看 我們快點看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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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完了 逛了4小時 超級累的 還有些都沒看完 但是肚子已經超餓了 現在想要先去試中餐 吃完中餐之後 我們要去中央公園 跳了一間日本料理店 我來美國已經超久沒有吃拉麵了 好不容易來大城市一定要吃一下 日本料理還不錯 平平淡淡的口味 大概20分鐘就把它吃完了 你要趕快去中央公園 現在已經有點晚了 早上在博物館玩太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午的曼哈頓好熱鬧好多人 然後有騎腳踏車的散步的 然後時常會有一大群一大群陸續出沒 真的很棒的公園 好人啊 後面的是Besetta Fountain 然後很多街頭一人在這邊 然後剛剛還有看到在做外拍的 好多人 好人啊 旅行 旅行 惹人 軸出 飛車 來到紐約第五大道 要去最後一個景點 是大都會博物館 身後這個呢 就是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上次來紐約的時候 也有進去參觀過 不過我覺得裡面最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埃及古文物展的部分 但是上次很可惜 就是因為裡面太大了 然後等到我們要走的時候 連愛情都還沒有逛到 所以非常的可惜 那這次來紐約就是要把這可惜的部分 把它補足 那我趕快進去 進來博物館裡啦 那看起來今天人沒有很多 上次跨年來真的是 去什麼地方人都超多 連這裡也是 第一個就要先去埃及的文物展 然後今天開到晚上九點 所以我還有大概四小時的時間可以逛 給大家一下 潛覆驢 如果醫生就好 在外面 我們會趕快 看一下 我們會不會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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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